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根据资料推估台湾大约有30多万人正遭遇沟通上的困扰 这时辅助沟通系统AAC就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第一社府举办第一届AAC影音创作比赛 让更多人认识AAC了解AAC的重要性 脑性麻痹的阿航虽然可以理解日常对话 但开口发音对他来说很吃力 透过辅助沟通系统AAC从图卡及文字点选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多重障碍的红红则是用眼神从图卡中选择想吃的点心 想看的卡通 因为有了可以自我表达及做选择的机会 红红现在可以更有自信的和人互动 那红红的话他本身的话他说话上面是有障碍的 他没办法说完整的句子 他只有几个单字 他最常使用的是M这个词 可是M这个词对他来说就有接受或不接受的差异性 但是有时候这个M的词让我们在判断上选择性还是有点少 所以他有一些如果透过那个单字的发生器啊 或是图卡的包子 我们就比较容易有很清楚 我知道说他可能要四个学校里面他喜欢哪一个 不他目前的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第一社福举办第一届AAC影音创作比赛 共有19件作品参赛 获奖作品以动画短剧类纪录片等多重形式 让社会大众更容易理解AAC 以及如何帮助使用者 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呢 他会用娃娃大哭来表达他肚子饿或者是想要妈妈抱抱 那长大了之后我们会用口语来表达我们的需要跟想要 可是有一群身心障碍者跟可能是因为疾病的关系 他没有办法说出自己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藉由这样的一个辅助沟通的系统 那辅助沟通系统的内容呢 可能包括图卡或者是点读 打字 吹熙滑鼠 凝视版 这样的一个沟通的辅助协助他们把自己的想要跟需要说出来 让他们获得跟外界沟通互动跟社会参与的机会 那我们也很感谢呢今天我们办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AAC沟通平台 然后影片介绍的颁奖典礼 让社会大众更加的了解 这社会上有一群可能没有办法顺利沟通的人可以藉由这样的一个辅助 第一社福希望透过这次活动让社会大众了解丧失语言能力 不代表只能过着孤独或沉默的生活 经由AAC的支持 有口语沟通困难的人们 也能够和他人沟通互动 自信地表达出自己的需求想法和情绪 享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圣诞佳节将来临信义曲公所和台湾国际青少年联合会 举办2023圣诞主题音乐剧 来自世界各国的志工用满满的能量跟热情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出 2000年前的伯利恒小镇 耶稣的诞生场面宣扬圣诞意义 还有圣诞节家家户户的温馨故事 这是国际青少年联合会的志工们带来的演出 结合新义曲公所举办的活动 带给大小朋友圣诞的欢乐氛围 我们这次非常荣幸可以跟我们这个IYF这样子的一个团体 来合办我们这个圣诞主题的音乐会 那这个圣诞主题音乐会主要也是因为 我们到了年终岁末嘛 接近这个圣诞节 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音乐剧啦 那这个演出非常的精彩 我们这边所有来演出的都是我们的海外的志工 是来自好多好多的国家的 所以今天下午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边过一个非常充实 也非常开心的一个午后 欢迎各位我们新义区的居民或者是我们的市民朋友 今天下午一起来跟我们共同来参与今天这场音乐剧的饗宴 真的非常的开心 那这是我们新义区公所搬到这个新址以来 第一次在我们这边办这样一个大型的音乐剧的活动 那我也非常的感谢我们IYF全力的支持 大家在开场的时候 其实应该都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些国际青年之工 非常非常的热情也非常的温暖 那他们呢在这个每一年年底 接近这个圣诞节的前夕 就会举办这样子的全国巡演 那今年非常荣幸我们的首发场就在我们新义区这边 那我想今天的表演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 这个道具啊然后各位各种这个表演 都非常非常的扎实又精彩 今天会有两场表演 第一场是就是关于圣诞节的意义的一个故事 是关于耶稣的诞生 第二个是家庭的故事 一个家庭他们的心和唯一 让他们的家庭可以和睦的一个 主角是一个叫做安娜的孩子 他也常常开玩笑也发了很多的一些事物 然后他就是发现了家庭的珍贵 然后让这个家庭变得和睦的一个 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有很多人在韩国也有这样的一个巡回表演 美国也有这样的巡回表演 很多人都受到了感动 我的想法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的想法并不是最重要的 相对方的心 要去理解对方的心 然后让心扯为一 然后得到了很多的变化 希望各位可以这样子去看 来自世界各国的志工们 用热情的心灿烂的笑容 和满满的活力 为大家带来精彩表演 远渡重阳来做公衣服务 目前幕后包括道具服装 都亲自筹备 借着海外国际活动 与世界接触 同时也培养国际意识 观赏者也借着音乐剧 感受圣诞欢乐氛围 找到属于家庭的文心记忆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台湾平均每10个人 就有一个人罹患糖尿病 为了导振国人对糖尿病的迷思 台湾基层糖尿病协会 表扬长期勇敢面对糖尿病的病友 知名口琴音乐家张竹亭 获得杰出成就奖 分享他跟糖尿病相伴30年的心境 糖尿病友透过舞蹈表演 展现其心控堂 也能豁出缤纷人生 台湾基层糖尿病协会 举办2023世界糖尿病日 第二届长寿幸福杰出成就奖章 颁奖典礼 表扬长期勇敢面对糖尿病的病友 知名口琴音乐家张竹亭 十岁就读小学三年级时 就检查确诊为第一型糖尿病 已和糖尿病共处30年的他 认为糖尿病不可怕 就像其他慢性病一样 只要好好控制 日常生活也能与常人一样 台湾是一个美食天堂 真的很多东西都很好吃 然后那 我觉得控堂对于我来说 我到现在还是不断的 必须要一直缺席 然后 因为有很多的东西 我们可能看得到的一些食物 他可能就是 我知道这些精致糖 或说有些淀粉 碳水化合物之类 但是有很多的料理 它是隐藏的糖类 它隐藏的会 会让你血糖会变高 那所以这个就是 我觉得就是可以 慢慢去靠一些经验法则 或者我们每次就是 有回诊的时候 跟营养师这样请教 跟一些护理师请教 所以我说这个控堂 应该是一辈子的课题 那你还是可以享受美食吗 可以可以可以 因为我们像第一型 我们打胰岛数的就是说 我要能够去抓到 然后就说 我今天吃一块蛋糕 然后它 我可能血糖会升高多少 我必须要用多少的胰岛数 去把它压下来 对 就是去抓那个平衡就对了 因为我们是希望 血糖不要忽高忽低嘛 对 然后那你说当然 有时候会不会有失准的时候 会 当然会 那这时候就是 就是我们就稍微记起来 然后就是 下一次我在遇到差不多的分量 或差不多的食物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 我胰岛数可以怎么样去做调整 阿伯 最近血糖不错耶 你再去吃什么 我喝五年 会破罗面包 会破罗面包 没破罗面包 太甜了 是啊 太甜了 太甜了 护理师 打胰岛数 不敢打啦 台湾基层糖尿病协会理事长 李陶骏表示 台湾各类药物都有 但不少病友对药物存在错误观念 例如认为西药长期服用会伤身 且糖尿病照顾不一定要去大医院 基层诊所也能助糖友控制达标 打完了 健康维护跟所谓 就是我们要宣导的是社会正向的力量 然后破除一些糖尿病的迷失 迷失就是说 我们打针是个不好的东西 跟打毒药一样 或者是吃药 会造成身体的不适 这些就是给一个正面的宣誓 医疗整治刚刚提到的 这个各项品质支付计划 这个都有 而且现在有所谓的巷弄长道站 这个基层院所也可以执行 那还有什么 像营法健身俱乐部 这个也是 那甚至有所谓运动跟科技计划 所以在这里面做健康促进 这里面其实基层的角色也很重要 大家了解喔 糖尿病是过去几十年来 在翻译上面 大家到最后就觉得 这个其实好像怪怪的 有个尿质喔 其实所谓的糖尿病就是血糖高 也就是血糖高嘛 那高血糖 往往其实就是 不会单独的一个存在 那高血糖 它其实会合并且高血压 高血脂 这些等等这些共病一起存在 那可以好好的做所谓的诊治 可以好好做为维护 可以好好的有所谓的生活品质 台湾基层糖尿病协会 希望透过班长表扬 模范病友与照顾者 藉由真实案例分享 激励堂友们与家属们 正向面对疾病 倡导正确的招呼观念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竹联邦红人会 三峡分会长陈信嫌犯 在新北市开设刺青店做掩护 实际上却是拐骗中错失学少女 在以强迫拍裸照 电击等凌虐方式逼迫卖淫 警方寻现逮捕陈嫌等12个人 其中陈嫌等5名帮派成员 因为犯行恶劣 被法院裁定羁押 警方攻坚迅速压制在场帮众 并起出大批棍棒刀械 这里是新北市一处刺青店 竹联邦红人会成员成性嫌犯 以此为据点吸收帮仲 更诱骗未成年少女卖淫 如果有不从 就以殴打甚至电急诊方式凌虐逼迫 陈嫌犯贤 以及市青店 吸收 陈嫌及未成年 男女 作为帮仲 透过旗下帮仲 简性犯贤 吸收未成年少女 並脅迫 从事卖淫 未成年少女 在其卖淫之后 若有不从 陈嫌犯贤便指示 简性犯贤 在指挥帮仲 将未成年少女 诱骗回其汤口据点 施以拘禁毆打 致死未成年少女 心生畏惧 不敢逃离 不仅有多名未成年少女受害 想脱离帮派的男性被害人 也难逃毒手 不但被恐吓交钱 还被毆打拘禁砍伤 陈嫌犯贤 旗下帮仲 男性被害人 想要脱离组织 不愿再替组织 从此不乏犯贤 陈嫌犯贤便恐吓其帮仲 交付新台币50万元 此能脱离组织 被害人不堪受辱 脱逃之后 陈嫌犯贤便指挥帮仲 将男性被害人 诱骗其回赤金店去点 施以拘禁淋虐 警方进一步说明 嫌犯诱骗少男少女的手法 提醒民众注意 主要都是透过朋友的介绍 加入到前往刺青店 可能与朋友在那边闲聊 攀谈或刺青 斩转被陈嫌犯贤等人 诱骗去从事协货 并从事卖民 警方已经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儿哨性剥削条例 及刑法伤害、妨碍自由 与恐吓等罪嫌 将陈嫌犯等12人 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其中陈嫌等5人 因为犯行重大 被法院裁定羁押 警方表示将持续打击 不法黑帮 也提醒为成年少年 要注意自身安全 不要随意加入帮派 以身试法 记者张启腾 采访报道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侵权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2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合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合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合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第四届台湾科学节以基础科学开创未来为主题 由教育部跟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共同主办 以五大科学博物馆为基地 结合科普基地以及大专院校等合作单位 展现台湾基础科学能量 促进民众对基础科学的关注和认识 小朋友学习科学环境保育知识边学边玩 丰富的科学展览包含科学实验秀 工作坊和互动演出等 让孩子深入认识基础科学的发展 同时也展现自己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亲身体验科学魅力 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能够亲近科学 爱好科学 就是真正的了解科学教育 因为已经不是以前我们学科里面 我们可能会讨厌背诵 背笔画公式 或者是数学背公式什么的 我们希望是用一个 就是让最接近生活的方式 然后用有趣好玩的方式 让大家觉得科学好好玩 从今就是可以喜欢上科学 那我们也引进了所有最新的 然后最多的研究到我们科教管来 就是希望大家说 欸 透过这一次之后 能够回去去连接到自己 课堂上的学习 然后重新喜欢上科学教育 这样子 台湾科学节 今年迈入第四届 餐展商逐年增加 摊位约有160摊 盛况空前 透过新奇又有趣的 动手探究 演示及体验方式 启发全民对科学的兴趣 与好奇心 我们今年总共有五大区 分别是第一区是多元学习 那我们也邀请了一些 不完全是科学类 例如说艺术教育馆 国立故宫博物院 他们有一些不错的东西 我们也带来这边推广 那另外B区 我们则是讲有序环境 主要是对于就是 环境保护有关的议题呢 我们都把它 囊刮到这边来 那C区则是科学科技 我们走的是大专院校 以及国科会 科教十座学门的二十几座学校 他们一起来展示 他们的最新的研究 这样子 还有就是D区 我们是STIN 也就是跨领域的学习 那这边有一些是 学校的老师 他们有带学生 做一些科学的研究 或者是一些 可能是跟科学玩具有关的公司 他们也有来这边摆摊 就是希望把一些新的东西 推传给大家 那最后还有医区 是全民园教 我们今年有跟 东区籍专科的 这个原住民资源中心合作 那他们也会带来 二十一所的这个学校 他们都有来摆摊 展示他们最新的这些 就是传统艺术这样子 其实科教館独有 独有的 就在科学节的第二周的 礼拜五 我们设为一个是校园日 就是希望说 诶 这么多的摊位 我们不要是只有 期待六日的时候 请家长带过来 我们礼拜五的话 学校 我们希望学校 能够带整团学生过来 所以我们 其实有发文到各个学校 去 但我们发文的地方 其实是北北基讨 就是让他们今天 能够来我们科教館 免费参观 对 所以今天是校园团体 我们管都是常常免费 然后外面的摊位 也是免费这样子 教育部推动 台湾科学节 希望科学普及化 让学习科学 及运用科学 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学习科学也可以变得轻松愉快 记者问句台北报导 紫黄玉茶是来自 南投渔池山区变异种茶株 味香入喉不苦涩 茶农李江源当初发现时 茶叶一年四季呈现不同色泽 味道也有所不同 独具特色 趁着科教馆台湾科学节展览 推广好风味 浸泡茶叶倒入茶杯 一股清甜风味扑鼻而来 再喝上一口味干带蜜香 完全没有苦涩味 这是茶农李江源 在南投渔池 陆浩附近山区 发现的变异种茶叶 所泡出来的好味道 他在民国90年 发现这株美丽的茶树 连年尝试制茶 一种植株呈现四季风味 没有这个煮光液 喝起来有带有那个 蜂蜜蜜香的味道 很润合 它不会瘦 所以泡茶的话 它茶水很多 可以泡七泡 平常的话 乌龙茶或是18号的茶 只能泡三泡而已 这个我可以泡七泡 李江源将这种茶叶 取名为紫黄玉 叶面布满达摩蓝线液 四季呈现不同颜色 专家说这样的变异种 实属难得 李江源也没有大量种植量产 因此茶叶珍贵 供不应求 大部分的山茶在野外的正常状况 都是绿色的 都不同的绿色 那但是像这种斑叶的变异株 是非常的特别的 那它需要 偶尔它才会 大概几万分之一的几率 会发生这种变异 我爸爸后来才要种茶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老实说我是反对的 因为其实这些糖红茶 超多人在种 那我觉得我们也不开 可能变成后期之秀 所以后来我公共跟我说 没有我们家茶不一样 我说好那我回去喝喝看 对 然后那时候我回去的时候 我公共就泡给我喝 那他也拿就是当地 就是比较多人种的红茶 一起泡给我喝 那我那时候喝色真的有惊艳了一下 对 就觉得真的就是 跟我平常在喝到的红茶 不太一样 对 而且这就是酒泡不是的 不像说我们平常泡红茶要 趕快把茶汤沥起来这样子 对 所以那时候觉得还蛮特别的 他们说我这个茶叶是变瘦 它每一季都不同的颜色 春天绿色 夏天紫白 秋天煮黄 冬天就变好像黄金那样 都金黄色了 但是它的颜色会变 然后那个茶味也是不一样 它有熔岩味道 还有什么蜜香 都有了 他们就叫我一直要推广下去 侍逢科教馆 台湾科学节展览 李江源也北上来推广 他研制了十几年的紫黄浴茶 让台北市民也能喝上 这样独具在地特色的好滋味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因应全球新科技浪潮 台北库克云系统结合AI技术 推出全新整合型AI智慧教学辅助系统 库AI 不但可以帮助学生自主学习 提升英语口语能力 还能协助老师出题 帮忙批改作文 让教学更有效率 台北市长蒋万安 教育局长汤志明 与日新国小小朋友排排座 用AI小帮手进行问答 蒋万安的妙问引来师生们 哄堂大笑 老师 我的问题是 每天学校功课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多 如果AI小帮手回答 学生们 我明白你们压力很大 每天有许多功课需要完成 但你们要知道 功课是帮助你们 拱布课堂所学的重要方式 不过我们也要关注 学生的身心健康 适当的休息和娱乐时间 也是必不可少的 蒋万安表示 AI导入教育是六都首创 教育局今年运用AI技术 让库克云有突破性的进步 台北市将持续培养 学生正确的资讯观念与素养 利用科技推动教育 今天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 也是令人感到非常骄傲 感动的时刻 因为我们台北市正式 让AI导入了教育 我们库AI系统正式上线 我想大家看到 刚刚程校长的介绍 我觉得非常令人惊艳 程校长刚刚说 今年是AI教育元年 我想AI人工智慧 大家透过媒体 透过新闻的报道 都看到了 这就是未来的趋势 人工智慧在各个领域 都积极地在做各项的运用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让AI人工智慧 能够导入到教育 能够让孩子们在学习上 更有效率 更快乐的学习 而且更聪明的学习 我想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目的 所以今天非常感动 我们库AI系统 能够带给学生老师 更好的学习以及教学品质 刚刚看到我们对学生来讲 不只是可以有英语 口语辨识 还有评量的功能 另外还有 学生如果碰到任何问题 只要透过这样子 像对话一样的方式 他都可以即刻地 一步一步教导 他不是马上给你答案 我刚看到 他题目是说 900要加减多少 会是23的倍数 他没有马上给你答案 他就说那你要先了解 23的倍数有哪些 循序渐进的教学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这就是AI人工智慧它强大的地方 对于老师在教学上面 批改英文作文是很困难的 这件事情 那现在我们可以透过AI辅助批改 来协助老师更有效率 而且更精准地协助孩子 在中文作文上面的学习 总统这些我相信 对于台北市来讲 未来孩子们学习 以及甚至从小学 国中高中 甚至未来大学入社会 都会提高大家的竞争力 前一阵子我看到 NVIDIA 黃仁勋 创办人 他再次来到台湾 他在鸿海科技日上 正式宣布 跟鸿海有合作 他们要打造一座 AI工厂 而且应用在未来 包括智慧电动车 以及他认为未来可以应用在智慧城市上 使用AI人工智慧建构有效预测模型 每堂课可勾集最多 105个学生有效的 学习因子 并使用8种演算法 建立学习演算模型 顾AI系统提供三加二项AI功能 包含三项帮助学生学习的 AI学习小帮手 AI口说练习 AI学习加油站 以及两项有关教师教学的 AI辅助初题 以及AI辅助作文批阅等功能 引导学生运用解决学习问题 同时让教师教学更加快捷有效 不管是在学校学习 甚至是在家里自学 我相信都是一个很棒很棒的 一个学习平台 因为他们可以随着自己不同的 一个学习的一个步骤 然后配合自己的程度 然后去搭配AI 他们所提供的一些题目 慢慢的有简入繁 可以慢慢的去达到 每一个学习目标 我相信他们的学习 就会比较扎实一点 我想我们一开始的 部题是蛮重要的 就是你要很熟悉 小朋友他每一个学习的具体目标 然后根据那个具体目标 来做选题 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效的 去了解学生目前的一个学习状态 然后再提供一个适当的一个教学补助 如果有些不懂的地方 可以用AI 他会告诉你一些别的东西 或者是我们可以用AI 问一些不同的问题 他会给你不同的答案 或者是他也不会直接给你答案 他会带你去用你之前学过的东西 去深入了解这一题 因为我相信 现在小朋友3C的操作能力 都还蛮强的啦 所以呢 他们在输入的时候 就鲜省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那同时呢 老师就可以不用那么大费唇舌 一直在台上这样子讲解 透过这个 他们跟IC 这个3C媒体的互动 其实他们会学得更有乐趣 酷AI系统正式上线 全市师生都可以使用 为了让学校师生更熟悉这套系统功能 教育局找来17所示范种子学校 透过示范学校的教学使用经验 带动全市师生都能将酷AI 作为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力气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重视动物福利已经是全球共识 台北市政府鼓励市民 支持动物友善农产品 许多通路卖场 工艺商以及业者 餐厅都以身作则 分享使用动物友善食材 制成的美味料理跟产品 虽然都是鸡蛋 但实际营养大不相同 主厨洪招圣说明 友善饲养母鸡的蛋壳 明显较为健康 教导民众如何挑选健康新鲜的鸡蛋 我想我们主要是在推动 下一代的饮食改革 从国中小学的营养午餐 一路到大学的学生餐厅改造 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我们这些优秀的大学孩子们 都不了解食物的价值 然后我们的学校 以及社会的观感 还在推动 就是学校里面就是 设个短话就好 这样子的错误的饮食价值观的话 那离开大学以后 下一次有人教我们的孩子吃饭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医生了 所以我们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出发点 我们认为学校的饮食应该 可以有系统性的 然后有方法论的来去做改变 那因此我们就把政治大学的 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实验餐厅 在政治大学的行政大楼 那这个实验餐厅在做的事情有几个 第一个我们推广 动物福利 土地友善 跟生态永续的食材 我们把它融合在餐点里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透过办一些活动 或支持学生办一些活动 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食物可以这么的美好 然后让他们有机会 就是说 这是很棒的起司 这是很棒的鸡蛋做出来的料理 透过他们先喜欢这些食物 然后认识到说 这些食物其实背后有这样子的故事 然后让他们知道说 你看那个很便宜的鸡蛋 用手指头一敲它就破掉了 那个就是在 关在一个A4的笼子里面 养出来的这种笼式的蛋鸡 而你看看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鸡蛋 它的蛋可如此的坚硬 然后我们告诉他们说 蛋壳的脖与这个 这个脖萃与硬的差别是什么 差别在于 这是母鸡保护它的孩子 最重要最重要的这个盾牌 但如果它的身体不健康 它就没有办法给予它的孩子 很充分的保育 我们用这样子的方法 去让孩子知道说 所以以后我们走去这个超市买鸡蛋 走去加勒福买鸡蛋的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说 我们不应该 为了省这两块钱 省三三块钱 而选择一个母鸡没有办法生出 很好品质的蛋 然后我们吃下去也是 这个体弱多病的这样子的一个蛋 台北市政府宣导 动物友善农产品 也鼓励市民支持动物友善消费 邀请响应的通路卖场 让工艺商与与业者餐厅一同来推广 齐心展现尊重动物决心 台北市我们首创全国之先 推动动物友善的福利农产品 今天是一个推动集成会 我要谢谢我们所有在这当中参与推动的每一位伙伴 以及我们产业局大力的协助 让我们今天能够正式的对外宣布 我们台北市能够倡议动物友善的农产品 其实病毒的盛雄甘地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印象很深的 他说一个国家的道德程度 以及文明程度 是看这个国家对待动物的方式 所以一直到现在 我们台北市既然身为首善制度 我们一定要走在全国的最前面 所以当我们谈到动物保护 宠物友善 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得更多 更进一步 落实在日常的生活 甚至让我们的孩子 下一代有更清楚的认识跟了解 所以这一次 我们结合了这么多的企业、餐厅、伙伴 大家一起互相胜去 所以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能够共同来支持这样的倡议 那另一方面 我们不止创全国之先 我们同样的在台北市 我们除了今年上半年 我们通过各项宠物友善的政策 捡运专车、国公园等等 以及搭配各项的生命教育 在校园当中开始散播开来 那另一方面 其实很重要 我也在这边正式宣布 从下个学期开始 台北市 我们从国小、国中、高中 都会吃到一次 动物友善的福利蛋 而且 对导物生命教育 食农教育 让孩子从国小、国中、高中 在台北市 认识到动物福利 动物友善 目前 台湾生产鸡蛋鸡 也是我们生产鸡蛋的 鸽子龙母鸡的处境 他们一辈子被关在小小的笼子里面 三到四只母鸡就被塞在 不到A4这张大小的笼子里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跟我们的孩子说 因为我们要吃廉价的便宜的鸡蛋 所以我们得这样残阅母鸡的身形 那这件事情涉及什么 还涉及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人类的永续 大家知道COVID-19 现在看起来好像稍微缓和了一点 但是还有一支病毒 其实一直虎视眈眈就是禽流感 禽流感一直在变异 它的碱基就H1 H7N9 H5N8 它一直在变 它为什么可以一直变 因为我们把母鸡制造成一个病魔的栽体 我们让它们完全没有办法 维护自己的健康 能够让它们抵抗自己疾病的能力 所以我想就是今天 我觉得市长跟采发局 能够引领一个 我们成为真的是台北市是一个领头羊 能够率先举办这一场记者会 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谢谢 所以我要期许市长 刚刚看到格子龙的这个蛋集 我们要如何告诉孩子 什么是生命教育 什么是食用教育 所以日本政府其实宣布 他们的所有的会议餐食 一定用飞龙食鸡蛋 所以市长我很期待我们台北市 所有的餐食 因为我本身是动物保护咨询委员 每次开会的时候都会有餐盒 未来这个餐盒 能不能够其实勾引的是 非龙食鸡蛋 其次是我们学童的营养物餐 我也很希望市长 能够有一个更清楚明确的政策 市长一句话 绝对可以带动我们其乡上 就是其他城乡的产业的转型 民众支持友善虚目 可以透过购买友善动物认证标章的产品 用吃的方式来支持 重视动物福利的餐饮企业 也鼓励从事畜牧的生产者 转型并优化符合经济动物天性的 友善饲养环境 记者温文郡台北报道 疫情之后不少行业都面临缺工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多数企业对于第四季的业绩仍然保守 尽管企业看淡景气 却丝毫没有冲击到真才意愿 有高达八成七的企业在第四季开缺真才 创下十年来同期新高 23岁的佩佩两年前开始在购物平台带货销售 一天开播两小时月休十天 每月平均就有五六万的收入 而原先她在餐饮业工读长达五年 不仅薪水低甚至确诊还被要求上班 让她决定逃离餐饮业 原本就是在餐饮业大概工作了五年 都是打工这样子 然后其实一直就是以兼职 然后再加上可能晚上就是假日直播 但是后来就是毕业之后就觉得说 福利好像越来越差了 就其实几年前刚进餐饮业的时候 好像比较好一点点 然后有一次就是确诊上班 就是已经前一天跟主管先说过 我好像有确诊 然后隔天就是早上确定有验出 就是两条线 然后也有跟主管说 我今天确诊不太舒服 然后但是被漠视 就大概硬撑了四个小时 我一直中间一直不断地重复说 我真的不太舒服可以下班吗 然后但是一直被忽视这样 对 直到最后就是真的受不了 然后她才愿意让我下班 对 然后觉得哇 那餐业服务力既然这么差 那我不如就是认真直播 搞不好还可以赚比较多的钱 也比较轻松一点这样 现年25岁的李小姐 从高中到大学都在五星级饭店服务 月收入三万五左右 跳槽到私人会所担任领班 月收入近四万 但入职后发现底薪低 都得靠奖金垫高 让她决定离职 打算重返饭店业 饭店业的薪资结构的话 像是我实领可能三万八 那我的就是加班费 或者年终奖金都是以三万八去计算 那其实外面有一些餐饮业的话 可能我实领三万八 但是我的底薪是两万五 然后跌跌了一万多块的奖金 那我的加班费或是年终奖金 都是以就是那两万五去做计算 等于我的日薪不到一千元 那如果我是 不管我是在饭店移工读的身份 还是我用饭店正职的话 怎么算都是比较划算的钱 饭店可以享受免费的福利 就是像是公餐 还有住宿优惠 甚至我是待一些 比较大型的国际集团酒店 那我去国外的集团的酒店的话 住宿一样同享那些员工的福利 再加上其实现在外面的餐饮业的 时薪都是开达至少有两百 我观察就是有两百到两百八 这么高的就是Range 那如果我是以公读的方式的话 其实我平均下来一个月 如果认真打工的话 其实四万元不是问题 所以我就是决定从我过去的那个 私人招待所有工作离职 原本在美妆公司担任平面设计师的 游小姐负责产品开发设计 文轩制作 工作非常忙碌 但因为公司规模不大 未来调薪或升迁机会不多 让她就算放弃年终也要辞职 未来计划靠设计专厂来接案 公司就是近期转型 那我们会改变我们目标客户 然后可是公司的人力是没有增加 还有点减少的趋势这样子 就是之前有一个行政小姐 她也是就迟迟 然后所以人力是减少的 然后目标客户有改变 那这样子的话 业务量就会增加蛮多的 对然后所以我现在就想说 以像我那个表姐的方式 她现在是就是跟 算是短期工作人力 然后长期配合 那他们会接很多不同的案子 我觉得在接触的过程中 他们也会增加人脉 那我觉得以我现在的年纪来说 增加人脉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考量 对所以原本的公司 因为规模比较小 然后也没有升迁的机会 所以我就想说 可以转战这个 使用兼职的方式 然后也可以增加不同的人脉 然后再来想说 看之后要找什么类型的工作 人力银行公关经理曾仲威表示 由于第四季接近年底 上班族要等着理年中分红 一直以来都是整年度中 增彩意愿较低的时段 但今年一反常态 有高达八成七的企业 开掘增彩 创下十年来第四季 增彩比例的新高 十岁进入到第四季 根据我们人力银行的调查 发现只有一成 不到一成的企业 是看好Q4的景气 有五成以上的企业认为 今年Q4的景气明显不如以往 那目前呢在这个职缺数的部分 最缺工的产业排名第一名的就是 餐饮旅宿业了 接下来是一般服务业 再来是资讯科技业 那探究缺工的原因 我们会发现主要有两大原因 第一呢就是因为少子化的原因 所以导致很多企业的基层 人力出现了断层 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 现在有年轻人的求职意向改变了 他们不太愿意再做以往正职 朝九晚五 可能要被绑在办公室里面的工作 反而宁愿追求更弹性的工时 多监几份拆 也希望可以达到 工作跟生活上的平衡 虽然大部分的企业是 看衰第四季的景气 但是还是有超过八成七的企业 愿意在第四季的时候 开缺真才 这也创下了十年来的新高 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原因 他们主要是希望可以补足 之前流失的人力 其次呢才是公司的例行性真材 以及业务量增加 还有旺季需求等等 至于哪些产业 在来年加薪的可能性最高 调查分析显示 全面调薪占比最高的产业 就是餐饮旅宿业 以及一般服务业 也反映出两个产业 人才难求的现状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期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您好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基隆港务分公司 预计明年将有77.9万观光旅客到访基隆 基隆市政府为了发展观光 刺激经济消费 将在基隆市区内规划多项的休闲娱乐设施 打造港湾城市亮点 市长谢国良特地到深圳市考察欢乐港湾 体验乘坐摩天轮等设施 也预计明年在国门广场打造港景儿童乐园 请问你们这样走一圈 大概三分钟买五分钟 我们可以设置 就设置 基隆市长谢国良跟副市长邱佩玲等团员 共同考察深圳市的欢乐港湾 并且实际体验摩天轮跟旋转木马等设施 预计明年在基隆的国门广场打造港景儿童乐园 希望增加相关亮点游乐设施 吸引外来的游客在国门广场停留 让基隆更好玩 那今天来看到这个欢乐港湾的摩天轮跟旋转木马 我们觉得相当的有趣 那也很多可以给我们参考的地方 那我们在基隆有一个地标叫做国门广场 它是一个距离港湾很近 但是目前是很空旷的一个广场 那我们预计在明年度有一个港景儿童乐园的活动计划 那这活动计划是在这个国门广场放置一些就是 游具设备 那游具设备可以是一座旋转木马 也可以是一座海盗船 或是一座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摩天轮 当然没有办法像这个摩天轮这么大 所以这个是我们预订的计划 现在这笔预算也正在议会审议当中 那等到明年度的这个活动是移动式的办完后 我们就会参考明年度的经验 来去思考说是否要建一个永久式 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摩天轮 这个摩天轮叫什么名字 深圳之星 弯曲之光 那这个就是一个固定式的 固定式的建制的方式 跟一个移动式的那当然有所不同 谢果良说 这次参访深圳的收获相当丰富 带回了很多可以供基隆港市参考的发展经验 未来需要更多的互动交流 那港口我们要好好在商务上面 借进大家的合作 未来我也希望游艇游轮都能够交流 我也希望从蛇口可以直接有游艇 游轮可以跟基隆港对开 创造更多的游轮旅客跟商机 在城市方面 他们刚做的这个河川治理 我们看到了很适合 田辽河未来治理的一个借境 市长谢果良期望透过交流与学习 为基隆港市打造更多观光亮点与商机 吸引来到基隆的游客延长停留时间 刺激观光消费 真正为基隆市民谋福利 增加更多的在地就业机会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安乐区五福里一处公园 因为儿童罐头邮拒不符合标准 市政府今年初进行封闭 市议员吴华家接获里长陈勤 居民只能够看不能够玩 迟迟没有改善进度 万一有小朋友闯入恐怕会造成小孩受伤 市政府强调正在跟中央争取预算 将会整体规划新建 安乐区公所已经在11号连夜将邮拒拆除 24小时谁跑进来玩 出了什么事情的时候 到时候讲说里长都没有处理 公园里拉起了封锁线 地面上的儿童邮拒设施 有的已经消失 连铁字的攀爬网也断裂 小朋友最爱的摇摇马上挂着告示牌 镜子玩耍 安乐区五福里里长说 这里是里上唯一的儿童公园 小朋友却只能看不能玩 游戏的东西说好像不符合规定 所以他就把它给封起来 那封起来也没有应对的措施 那小朋友怎么玩 那我们这个地方唯一的就 希望市政府可以赶快把它给 看做一个妥善的处理 社区型的小公园 向来是当地小朋友游乐场所 今年初被发现不符合安全规定 遭到封闭 但现在将近一年了 当地居民无奈表示 不知道何时才能够重新开放 向市议员无华家陈琴 下一步要做什么 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 但是你危险的这个因子 还在这个地方 不应该放在这边不管不顾 对啊 我们你就叫里长在那边顾 也不可能的 而且24小时 依照今年的年初的规划 应该是要全部的 那个未符合安全标准的 儿童游戏场都应该要拆除 那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会 其实没有得到市府的 这个这方面的资料 但是在最后一次询问 这个问题的时候 安乐区还要五座鱼 有未符合安全标准的 儿童游戏场 还没拆除之外 那我们有两座就是 大五轮三点运动公园 跟我们的安和亲子公园 这两座公园都有损坏的邮矩 那就目前了解是 两个邮矩目前都还没有办法 完整的完成修缮 所以这样子算一算 我们现在这样算起来 就有七处危险的 儿童游戏区域 政府表示 儿童邮矩因为老旧 加上不符合规定 原本就有计划 向中央争取经费 新建新的儿童邮矩设施 按乐区公所 已经在11日 连夜将旧的邮矩拆除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电动车一旦起火要灭火相当不容易 基隆市消防局进行一场灭火试验 并且邀请正好来台宣传形象阅历的澳洲消防员 一起观摩交流 好 两边开始已然 我们这次就是有参考一些其他厂商在针对电动车 还有现在针动装一些要灭火的一个消防车的一些设备 然后再做一些探讨 刚好有台湾有新进的一些设备 然后来做一个演练 这场模拟电动车离电池起火的灭火试验演练 在基隆市消防局举行 透过实地演练 来了解由台湾厂商自行研发的泡沫灭火功效 这次演练也特别邀请到 正好来台湾宣传形象阅历的澳洲消防员 共同观摩体验 刚好就恰逢澳洲的澳大利亚昆士兰的 澳洲的消防人员来台湾做一个交流 我们就请他过来一同来观摩这样不同的设备 然后来做一个不同的观摩交流的感觉 因为会有复燃的一种情形发生 那我们现在就在试验说 这样的不同的系统它对复燃 还有刚开始压制火势的效果 还有它的使用的用水量跟用的泡沫量 到底差异性在哪 澳洲他们也很有兴趣 所以让他们试试看 他们后座力的不同 然后还有持用的一些装备的不同 因为在后座力的部分之中 我们要拿的苗子去移动 因为后座力很强苗子又很重 你要去移动就其实是不好移动 所以我们尽量轻便 然后灭火效率高的一种 这种设备 先进的设备 然后做一个考量采购 他们都觉得很厉害 但是因为我是专业的消防员 所以还是要问他们 他们觉得可不可以迎进澳洲 对 但是看起来就 那个水量当然是少很多 然后那些泡沫也少了很多 所以看起来是非常不错 他们当然每个人都想要多学习 对不对 要看到一些不一样东西 不一定就是澳洲东西都是最好的 也可能台湾的东西也是最好的 所以如果做这样子的交流 当然可以学到更多 对 那灭火坦的话 它一分钟烧三辆车了 你怎么盖 在中国大陆是每天都烧近十几辆 而且地下室整个烧 那你怎么办 所以说你必须 在灭火必须第一时间就能消烟 所以我们用很少的水 我们今天这辆车子射程可以到18米 我们可以每分钟才用到75升到70升水 那泡沫呢 一吨水只用4公斤 那严厉在哪里 因为我们附带的 很更深层的 这一个什么呢 一个在设备上的技术 因为锂电池容易复燃 对消防人员救灾有很大的危害 因此透过试验演练与交流 来持续优化锂电池的灭火方式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天雨路滑开车真的要小心 信义区东光路 发生一起两车对撞的意外 造成两车四个人受伤 交通一度受阻 客运被迫请乘客下车步行 至于这起车祸是刹车失灵 或是其他原因造成 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 1 2 3 消防队员将收困车内驾驶 抬上担架 紧急送一急救 东光路发生两车对撞事故 休旅车车头整个扭曲变形 另一台小货车 左侧车门全毁 撞击力道相当大 我下来的时候刹车失灵 然后完全杀我 哪有 我一二手怎么办 我不可能去撞墙 我只能滑下来 其中小货车是一辆在运收水桶的货车 车上好几个蓝色水桶全都跑到车外 大量收水四处喷飞 我们接货报案后到达现场 那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大概四位 有四位的伤患 那其中两位比较轻张 那另外两位伤势比较严重 那四位伤患我们都分别送往基隆医院 修理车驾驶说 下坡时才发现刹车失灵 只能顺的往下滑 接着就撞上占运收水桶的白色货车 救援人员到场将受困驾驶救出 伤势严重 紧急送一急救 东方路因为这起车祸事故 交通一度中断 让开往金瓜石的客运 无法行驶 只能待在原地 不少乘客怕耽误行程 只能够徒步下车行走 改搭其他交通工具 至于车祸意外事故原因 还有在警方进一步调查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感谢您收看众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阿姬借过 你那是无银角吗 怎么亮的 快教我 什么无银角 是我的地价税 不赢了 赶紧去缴税了 不用急 现在用手机缴税 超方便 只要扫描交款书上的QR Code 就能轻松缴 另外 还有这些多元缴纳管道可以选择哦 112年地价税开中 安心缴纳一尺共 一氧化碳终结者 那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 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1.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2.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3.擔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拥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 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域